果然是朋友,在這個接近8號空球來臨的時候都上來做訪問 鍾達恩 這是緣分 對 說了今天就來就來吧 對,Live 如果我不來,我不知道你說的壞事就害怕 怎麼這樣想我? 朋友吧 什麼都可以說,不是怕你坐車 我現在都害怕 剛剛上來的時候很狼狽,待會走又應該會很狼狽 你們還要帶一大袋,今天要宣傳的 Cassette機、Cassette帶 One Time Only 為什麼這次想弄得這麼盡 要出錄音機加錄音帶一套去發表新歌呢? 因為一不做二不休 以唱歌為主要收入了十幾年 其實我一直都有寫歌 寫完歌後,其實就是那個DJ梁文麗啟發我 他經常都說一句 你做大人之音樂,每次開場都叫這麼多朋友來 就是叫朋友,撐起牆壁都是朋友 在Fringe Club,在酒吧 全部都是那群人 很開心 所以就是這樣之後,我就考慮了 其實這件事是兩年之前已經開始去籌備 你知道真的做了十幾年 我錄第一首歌叫做明明愛你 其實錄完那首歌,其實這件事全部都是玩大了 我以為自己在家裡帶過帶 錄三十隻,送給BJ朋友幫忙 最原始的方法 對,但後來我找到Jacky和Mike 幫我去做這件事 錄完第一首歌,明明愛你之後 我挺好聽 然後我就給KB聽 即打鼓過KB 我知道,但你當然知道 每次都要很詳盡地介紹他 然後我就說,不是啊,妹妹OK 我幫你錄鼓吧 錄真鼓好像比較好 那好吧 然後又剛好叫Jory哥 Jory哥又說了這件事 其實我很怕在自己音樂圈內 去講自己的音樂 因為我真的算很差勁 我真的不敢去分享 Jory哥打來,是不是錄木結他 你不是說錄木結他 為何他收到封 就是亂說 KB說,PAM在做歌 你不要說 Jory哥就不知為何放在心裡 我真的在地鐵上聽到他的電話 是不是今晚 我真的哭了出來 因為,你知道他平時的人 都很講話就算了 然後他就這樣對我 我就很開心 真的搬了一支錄木結他 他去了Carla的Band房 在Semi那裏錄鼓錄結他 就成就了第一支 明明愛你和傻瓜的音樂底 再加上突然說 我打了鼓,你沒理由不叫 Jory哥幫我彈Bass 越攪越大雪球越滾越大 很有趣,然後就變成了阿基仔去彈Bass 還有我又有另一個朋友叫Marcus 他就是彈傻瓜 就是我們剛剛去上年 去Joyne Tour之後 我們就成為了好朋友 因為我們去新Tour 在美國運了十天 一定是會Friend 都是那班人的 出出入都是大家的 然後我就說 你幫我彈這支 因為那支歌我是自己編的 我承認在低音結他部份 我是從來都沒有天分的 那我就給了Marcus幫我去編 那又是KB和Joy哥幫我打鼓 幫我打鼓和彈結他 剛剛大家聽到這些介紹 就知道鍾大恩在這個音樂圈裡面 很多義氣子女的朋友會支持他 所以你不用擔心 我有音樂的時候好像很卑微 不敢告訴大家 在做什麼事和發表 你應該大膽地跟大家說 一定會幫你的 我真的怕 但是這次之後我就發現了愛 我愛你啦